我們建立第一個PHP 那開心檔案 接下來找PHP 找一個建立好了 建立 建立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如果你原來的畫面是設計的話 請你切到分割 如果你的是設計師 請你切到傳統 大概就是這樣切 我的習慣 它的好處就是上面會有很多的工具列 很方便 可以拿來使用 那我要怎麼去撰寫一個PHP程式 其實將來這個我想是簡單的觀念 你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 它的程式 會跟HTML夾雜 放在哪裡呢 放在body 跟body中間 這個是網頁的主體 我想如果你應該學過網頁的應該都知道 然後它的開頭一定是 小於一個問號 然後打一個PHP 告訴他說這個 中間是PHP的程式 Enter兩下 然後一個問號 再一個大於 那在這個區段裡面呢 就是我PHP可以執行的程式範圍 所以特別重要 它是跟網頁 夾雜在一起的 那我要怎麼樣寫第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要讓它執行的話很簡單 你就打一個輸出訊息的話就是叫echo 你打一個echo e-c-h-o 空一格 然後雙引號兩個 先把它結束掉 結束的話是一個分號 然後這個寫法跟java很類似啦 或者是其他語言大概都差不多 中間換個字串 那我比如說我今天呢要產生一個 第一個 PHP的 比如說我的第一 第一支PHP程式 你就打一個 或者是加一個我的好了 OK類似像這樣 那 如果我要讓它輸出在網頁的話 它就會幫我怎樣 把結果輸出 你會發現 這邊 它會有個PHP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那你要怎麼樣快速看到結果 特別注意 有幾個方法 1 這邊有個即時 你就按一下即時 特別注意這個即時不是好看的 即時就是說 我希望把 這個部分的程式 執行到 這邊來 它本來是設計模式 它會變成網頁模式 所以你按下去之後可以看到結果 但是因為我 這個PHP程式還沒 還沒存檔嘛 所以你可以 給它存一個名稱好了 比如說我存一個名稱叫 TEST 好了 這個是我測試用的 按一個儲存 TEST 它就會幫我存成什麼 存成哪一種 這邊這邊特別注意 你存成PHP 那 你可以找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PHP 如果有的話就選 如果沒有我的習慣這樣 乾脆就直接所有檔案 然後呢 後面打一個點 負檔名點PHP 它就會幫我存一個 檔名叫TEST 負檔名叫點PHP的一個 程式 按一個儲存 那特別重要這個存檔 不能存錯 那你會發現 執行 有沒有 我按下它的時候 即時 它會叫我存檔 那我存在這裡了 這邊會看到 存檔 並且幫我把這個結果 在 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網址 直接執行完 它就這邊呢 就會變成是一個 網頁的形式 直接就輸出來 我的第一個PHP就看到了 OK 如果說你把它取消掉 即時按掉的話 你會發現又回來了 它又會變成什麼 設計模式 再按即時 就會輸出了 所以這一段簡單的程式的話 主要是什麼 輸出一個字串 到網頁上面去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沒有幾行 沒有幾個字 重點特別就是 不要 打錯 任何一個字 打錯的話 一樣會 沒辦法執行 OK 試一下 即時 然後這邊是TEST PHP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